人类第一次录下自己的声音 至今也只有100多年 可古代又没有录音机 语音又不断变化 我们该怎样知道古人如何说话呢 对汉语来说 这尤其成问题 因为汉字在传达读音方面不如拼音文字 根据时间段 古代语音可大致分为 上古音、中古音和近代音 其中上古音最为复杂 我们可以来听一段 学者正章上方的够你 这么一听 还是穿越到明星好 至少还能听懂别人说话 最初古人面临无法押韵的 先秦两汉运文 也是一筹莫展 唐宋时期的一部分学者 选择修改古文读音 比如烟烟这首诗 烟烟于飞 上下其音 知子于归 远送于难 瞻望伏极 时劳我兴 有人看难无法和因 心押韵 便提出把难读作明 不过如果改读过多 岂不是每个字都成了多音字 要了解古人如何说话 历代的运文作品帮了大忙 像绿衣和陈锋两首诗 风分别和心 灵 亲押韵 所以上古音里的风 很可能押 亲 当然 孤立是不足以下定论的 音韵学者会收集诗心处词中的大量论据 古代学者编撰的 运输运图 生讯著作 也成了现代古音研究的资料 可惜的是 押韵和生母关系不大 即便把古代运文研究个底朝天 复原古代生母的样貌 依旧很难 这时候就要关注各种蛛丝马迹了 水浒传也写 武松读了印信榜文 方知端的有虎 这里的端的有虎 其实就是 真的有虎 端属于端母 真属于章母 这说明更早以前 端母和章母的读音 非常接近 甚至可以相通 而佛教出入中国时 Budda被翻译成 浮屠 佛陀 彗星被翻译成 浮沙 覆沙 再加上古书里有 波读如翻之类的注解 上古汉语不存在 佛这个音 成了公认的事情 上古也没有翘身音 所以 茶 图 本是一字 闽南话里的茶生母 仍然是特 听起来是不是很像 茶的英语呢 没错 这就是T的起源 不过 上古生母的遗云 还是比岳母多太多 有人认为 汉语有过 Budda Kudda 一类的 傅甫音 俗话 不律为笔 窟窿为孔 就是证据之一 另一派学者 不相信 傅甫音的存在 双方争来争去 至今没有得出协论 既然古今读音 相差那么远 我们该怎么读古诗文呢 像克汗 泰州等专有名词 当然要读古音 其他情况就不一定了 古人为了区别词译 改变了一部分字的读音 比如 其和记 而现代汉语中 这个字 已经没有了 动词和名词的区别 做其 轻其 一律读其 一其红尘非子孝 理论上 也不必读成 一记红尘非子孝啦 虽然我们不靠录音记 就研究出了 古人如何说话 但也不必 一字不插的复刻 那也太累了